大家好,又見到我了 當然,因為已經來到《兒繪畫你知》的第三集 今年國際兒童繪畫比賽 其實就是響應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其中一個 消除赤貧與飢餓 所以就以送給飢餓孩子的禮物作為今年的話題 希望透過今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這個平台 混起小朋友和他家人對世界飢餓問題的關注 以及對身邊每一個人的關愛 今集我們請來的嘉賓就是鄧長靜會長 鄧會長,你好 今次我們兒繪比賽的主題就是 送給飢餓孩子的禮物 就是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相配合 你希望透過這個活動會為社會達到什麼影響呢? 其實在2000年開始 我們國際青年商會已經與聯合國 在聯合國千年發展八大目標裏面 做不同類型的工作計劃 其中包括環保的計劃 包括作賀的計劃 亦都有至於消滅赤貧和飢餓的工作計劃 其實我們希望透過做不同類型的工作計劃 希望香港市民知道這八大目標 今次其實很感謝海港千年商會 做這個兒童股票比賽 是關於消滅赤貧和飢餓的工作計劃 希望香港的小朋友和家長多多關注 在第三世界國家裏面的小朋友的機外問題 作為家長呢 你覺得有什麼途徑可以令到小朋友 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呢? 其實家長最重要是身教 小朋友的領悟力是非常之高的 其實所有家長做任何的事 小朋友都可以觀察到 例如我們能否幫到身邊的朋友 和身邊的朋友說話的態度 小朋友都在急修中 我的朋友她的女兒今年四歲 她三歲的時候 其實她媽媽已經幫她參加一個公開演講比賽 當時是參加一個英文組的 第一年她上了個台 一粒聲音都不懂得出 她當時的媽媽就很激氣 之後她媽媽再幫她報名 報名是參加一個廣東話的演講比賽 那一年她好少少 但是她都拿不到獎 到了今年 她幫她報名一個國語的演講比賽 但是她看見她媽媽很緊張 她小朋友看見她媽媽很緊張 反而今次小朋友跟媽媽說 不要緊她媽媽 如果今次我再輸了的話 我從頭再報過 我再參加一個英文組 廣東話組 再參加一個國語組 終於有一天我會成功的 我相信這個小朋友 是聽到她媽媽不斷的鼓勵 不斷對她的鼓勵和期望 所以她才會反過來跟媽媽說 可以支持她媽媽 我相信她媽媽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是對小朋友有正面的影響 其實小朋友 不用太介懷贏還是輸 透過這個比賽 透過這個工作計劃 可以令到她們想回 令到她們反思 其實她們現在擁有的 已經非常美好 而她們可以想想 她們所多餘的 可不可以拿出來 幫助其他有需要的小朋友 這反而是最重要的 謝謝鄧會長這麼寶貴的分享 其實這個計劃也是幫小網牛籌款 是支持中國脫貧計劃 你一定不會錯過了 好了 下一集就是會播放 當日比賽的花絮 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公布比賽的結果 你一定不會錯過 我相信還有一件事 現在大家都很等得很心急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提示 現在就為你們播了 在早上9點之前 記住到了 找一個有利的位置 畫畫之餘 都可以欣賞台上 精彩藝術團體的表現 記住記住 不要錯過 上午9點半鐘 特別的開幕儀式 就是關愛大使宣誓儀式 場內有位受惠機構小母牛籌管 支持她的中國脫貧計劃 有展覽 和可以和很可愛的小母牛 劉吉祥物拍照 同場還有公開攝影比賽 可以拍下繪畫比賽的親子活動花絮